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 我是郑鴻怡,欢迎收看今天的大话新闻 民进党今天出来开记者会 说国民党的立法委员钟绍和 他也有一间农舍 这间农舍占地一千多坪 农舍盖了一百坪 一百坪里面的设施 老实讲是非常豪华 钟绍和有没有违法 钟绍和是农民吗 他有种农作物吗 如果是其一标准的话 今天钟绍和说我一切合法 那说法是不是跟苏家权一样 农委会针对钟绍和的案 又讲了什么呢 所以我们今天要来讨论 农委会说 一切交给屏东县政府来答复 屏东县政府说合法 可是农委会又说 又不是你说了算 那我你要我说我也说了 然后你又说我说了不算 那农委会又不愿意会看 农委会在干什么呢 农委会在帮忙选举 在搞政治吗 今天我们要来讨论 今天我们的来宾都有非常精彩的画面 来宾甚至于拿到了 这个钟绍和的农舍 按照民进党说 那是个豪华庄园 农舍里面的照片 那农舍里面的照片有什么 等一下我们来讨论 那个有农用吗 那么重点是昨天我们给大家看 出家前今天讲 我的农舍就按照农委会公布的标准盖的 农委会今天效率真好 竟然把网页改了 我们昨天给大家看的那个网页 农委会把它改了 农委会为什么突然要改 是心虚还是有鬼 今天我们也要来这个讨论 那么中国的胡锦涛 说九二共识 可是他不谈个表 请问这不是最好的时机吗 那么他也讲要统一 国民党也说要统一 那么国民党的党章是统一 台湾人你要统一吗 中国有个知名的学者叫张念慈 他说马英九执政统一 这个路程就启动了 所以台湾的北省对这点感受日后 今天我们要来这个深入的讨论 那么赶快来介绍来宾 Dewish前时报周刊的总编辑 吴国栋 郭隆兄 大家好 同意好 台湾 另外是民进党的发言人 也是台北市议员庄瑞熊 庄演员 庄演员 大家好 同意好 观众朋友 大家好 以及东武大学政治系助理教授 徐永明 徐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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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主持人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政治记者钟年慌 年慌 大家好 吴国表演员 大家好 好 以及台北大学工刑系副教授 何汉均 华老师 华老师 大家好 吴国表演员 大家好 好 另外是新台湾国策智库的助理研究员 何博文 博文 大家好 大家安安 大家好 民进党今天由高雄市议员连立娟 出来开记者会 指控国民党的钟绍和也有一张 有一家这个超豪华的农舍 来 我们来看VC 清新的空气搭配蟲鸣鸟叫 如此优美一人的环境 就是国民党立委钟绍和 位于高雄市美农区的农舍所在地 不过先别提 这摆平的庄园别墅 采用的装潢建台有多高档 在地的名将高雄市议员连立娟 拿出照片指指 这农舍庄园大拉拉盖了立委服务处 难认符合农地农用准备吗 我是在现场完全看不到任何农用的迹象 他自己也讲这个是服务处 我们这样初步判断是有违见 初步判断是有违见 所以不只是一个豪华的农舍大庄园 这个不是登记在钟绍和名下 登记在他的夫人李金莲的名下 那么请告诉我们 不管是钟绍和或者李金莲 到底是不是农民 令指证丽丽要外界用同样的法令标准 检视钟绍和的农舍到底有没有农用 更质疑庄园登记大名是钟绍和夫人李金莲所有 这敏感争议当事人是否也该说分明 对对对 那个都是种果树 种树 我父亲那个时候是公务人员 但是当时那个土地登记是我家兄 我家兄当时是农民 从农地跟做戏木到地主拥有者 钟绍和吉利成亲 就是要和豪华农舍四个大字划清界限 但农舍里如果真的盖有服务处 恐怕在法律上已经站不住脚 好 那么我想请教一下 先请教庄议员 您有什么样的怀疑 对这件 我在想 今天刚才大家看到压片 看到压片的时候 大家也有看到这个 应该这样看完之后 大家觉得实在是很漂亮 这种叫做农舍实在是不错 面积的时候 我们由它去钓 这整个是钟绍和的 里面开发面积算完之后 才报到30个人 报到30个人 报到30个人 是不是到40个人 我不知道 但是从这来看 一定是超过报到10个人 所以大家去看 不然他不是说一千三四百平 结果只改一百平吗 没有 他现在是说他专门开发的部分 所以叫农委会本身的工法 农委的本队的工法是说 不是你地方政府说的算 如果农委会你给他本身表达意见 不然农委会算到我举起 他说不不不不 这个地方政府的权责 你自己认定就好 这样就很简单了 是 那现在就比 美容嘛 这样库库市政府就很简单嘛 库库市政府 民安宅也要去毁坎了嘛 所以民安宅 我在想全国的同胞 就很清楚 这间里面 到底是有什么 奇巧不 是漂亮 或是好玩 或是哪里玩 明天要去毁坎 明天 明天会去毁坎 但是我就觉得很奇怪 就是说 民安宅在毁坎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一下 那儿子头我刚才也有看到 就是说 看起来平淡无奇 观众朋友你看好 这地方你看起来 看起来就好像没了 就没啥 就有一些嘴巴而已 拜托一下 民安宅的电视台 那儿子头回来 你注意那到底是什么嘴巴 到底是什么嘴巴 你这地方是说 没关系政策 待会你就要看连方的 连方的 我的意思就是 重点就是 这间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现在我们在说 有下法律吗 如果没有下法律 減染民进党很简单 没有下法律 应该改就改 应该法就改 甚至 如果没有下法律 应该听也听 这个民主党不懂 全部都要接受 但是 你的政外说就好 如果真正是台湾政府说的 是 尊重台湾政府现在说已经下法了 像民进党没这个问题了 像民进党没这个问题了 像一个叫做社会观感 那社会观感 民众会开始会想 以前大家在说社会观感 都说太爽啦 起来太脾气啦 知道我有看我们的节目 大法新闻就说 诶 農委会你自己的范例也是这样嘛 那这样大家开始社会观感 可能大家想法不一样 就应该说 苏家传你去这个農舍 去九百万 你的过期 你的头路 是不是有能力 来用九百万去这间房子 这样不行 所以我刚才看你们看过去 好啦 姜平坤这个 你再看一看 你再看过了嘛 一五月了 那姜平坤这个一五月 不好意思 那姜平坤这个一五月嘛 姜平坤三一六月 这你们都看过嘛 所以我就要问了 如果这样说的时候 拜托姜平坤这个店 拿一下好不好 姜平坤的一句话 你今天有一位他的邻居 打电话给我 他说 我们在质疑十一个车位 他要讲的就是说 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姜平坤他买了三层 六七九层 三层就对了 六七九层 六七九层 都两间怕通 一层七十几层 一层七十几层 是 他怕通 变八五层 一层八五层 一层八五层 六楼七楼 到九楼 当然他有小孩 他的儿子 他的女儿各住一层楼 据他讲的是这样 老实讲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请姜董事长 您的家人也可以扣姓金 那为什么是十二个车位 我们说十一个 所以说不是十一个 是十二个车位 我们说减说一个 不是 他说那准买一草 就是咬两个车位 所以一草 两个车位 所以他都要六个车位 六个车位 十二 都七十七十 七十几天 对 对 这样子 你可以想见就是说 他大概买了四百五十平的房子 公布 四百五十平 差不多 按照苹果日报写的是说 总价位是三点六五亿 这样 这就是说 苹果日报跟邻居讲的事情 我要跟大家说明 我们昨天会去探讨 为什么十一个车位 他说那时候买一草就是咬两个 咬两个 咬两个就对了 因为不是咬 所以算在那里 对 当然就是说你买一户就是要买两个车位 所以我要告诉他就是说 如果要说社会的官员 就应该说 所有人 你做部长做農委的主委 你做这个官员 你敢有零 你去这间九百万的房子 社会台中人说 有 应该有 那这样就没问题 所以我们一个人来减减 减减 民政党要这样减减 没关系 但是 如果要减减 国民党也就减减一个 对不对 这民坤的 你跟他们说 那这间是可以买 这个输家前 可以买多一间 拿3.6.9.100万 要八千 要 что他那种 19平台上 40间 40间 而副总统呢 肯定是5的 是 这间肯定是5的 要怎么说 所以我的方法就是说 很简单 减减所有人 既然跟合法 要破官 那社会官员 你不觉得他这九百万 去这间房子没问题 我要給我們觀眾朋友大家尊重看一看 明天再看你的莫迪克發言就說 裡面一張柱子莫迪克索卡傳就可以蓋一間農事 如果這個情形出現之後 什麼意思 你又說一下 如果裡面出現一張柱子 那張柱子買掉 就能夠蓋蓋蓋一間農事 這樣社會方便會怎樣 你是說那張柱子價值九百萬嗎 我明天再看大會知道 我意思說裡面的柱子很貴 整個柱子我不知道 明天再去火坑就知道 明天再火坑就知道 再來再看一下 這張再看一下 這張你看看 這張你看看這張電火條 大家很常常都看過 怪怪 怪怪 這個形怪怪 去旁邊出現什麼太陽能路燈 我很常常在樓上 我也常常看到這張 奇怪 可能copy的那種 你現在是要說什麼 我就覺得怪怪 明天再火坑 明天再火坑就知道 我不知道為什麼出現在這裡 如果我要說的就是 這支國防之密 我要說的就是 意思說明天會有更多的東西 它就很趣 我做民意代表 你說拜託裡面 做這個標準 請給你看 deutlich說 這兩張商品有很大的問題 現在看你就會知道 哦 井口 有石 mới 每張超級 不要兩張了 neighborhoods 我告訴你 蘇ga傳 Maz戚 你叫龍舍,你繞開才會死 做到一個部長,做到一個農委會主委 蓋一間九百萬的 他教人這兩張筆劃 在未來的時候 價格是要怎麼教人比 所以我覺得說 所有人都讓民進黨繞開 就是說 你的農舍算什麼 兩張筆劃就有了 真的社會觀感不佳 所以社會觀感有壞的 就是說 民進黨你是在散這個行為 人買這個藝五的 買這個三億六的 你蓋一間九百萬的 你這樣嚇死嚇死 所以我一直覺得說 這個社會變態 第一,是不是有效法 第二,就是說 是不是有效法 說這個社會觀感 再說一次 我們就沒有材料 做這個官員 沒辦法賺那麼多 你有那個 雙家傳今天 蓋一個三億六的 我就要說雙家傳貪汙 雙家傳 你如果我像消販商買一間一個五的 蔣平均買那個三億六的 我一定說你輸家權貪汙 但是你輸家權 我告訴你是孩子的錢 孩子的錢 搞不好 我說是輸家權 你一間在衝一個九百萬 雞雞家也很多人在說 你衝一個家人 別人那個三 我在看大發新聞 人家拿出來 什麼三億六的 那五的 你衝一個地方 去一間什麼九百萬的 去用電源兩禮拜 滾開才行 沒有,三禮拜 三禮拜 所以大家真的很看 做議員的專業就是 眼睛在看的時候看來說 這支電條 這個太陽能的 這個不可以出現在這裡 人家現在說路線 你說那支太陽能電燈 電燈 很貴耶 不然就是說 這有了 應該出現在這裡 沒有 樹架也不應該 這樹架也會走來 騙貴 裡面是保育類的 所以裡面的東西 如果 如果不應該出現在這裡 會走來這裡 這個部分 不是社會公開的問題 沒有,就是違法 什麼人我來正 這告訴我 我在看 明天才出來之後 我看到檢查官 好燈檔 好去葬 說不夭壽 這東西有哪裡來 有哪裡去運 你現在是在說 有什麼懷疑 裡面有一張九百萬的圖 不是啦 我說圖很久 很久 很久就對了 你怎麼知道 我有去偷看 你有去偷看 有朋友去偷看 再放三禮拜 所以要去偷看 是 那 屏東縣政府 就問 問農委會說 那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什麼是農民 那農 什麼叫農用 好 那農委會就說 這個是農民都知道 好 我想請教一下 徐老師 這個是什麼 打呼叫做農民都知道 好,我要講 台灣不是聯邦 我們是一個 單一國 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 中央政府管地方政府 沒有什麼 像美國這樣 州還自己設法律 說跟聯邦怎樣 不一樣 弘以 所以 今天地方政府 有問題 當然是問農委會 如果你要都市更新 你要問誰 一定是問內政部 你要弄什麼東西 一定是問交通部 所以農委 我覺得 屏東縣政府很清楚 我之前說合法 你農委會給我打槍 還送什麼 移送監察院 還叫檢察官來查 今天你又說這個是 地方政府決定就好 地方政府決定合不合法 地方政府決定要不要拆 等我說合法的時候 農委會就來砍 我覺得 屏東縣政府做得好啊 我覺得今天曹啟宏出來 講得很清楚 政治人物要有擔當 不管這是什麼東西 你政府要出來講的標準 倒霉是誰 倒霉是天下的老百姓 我覺得曹啟宏講得很好啊 他說 屏東縣政府任何決定 他一肩擔起來 他就講得很清楚啊 農民都知道啊 弘以 農民都知道 只有農委會 你知道不知道 弘以 農民都知道意思是說 就是政治用語 就不想跟你講清楚 不敢講清楚 對 屏東縣政府那八個問題 如果農委會敢講清楚 弘以 你不要說這個什麼 中兆和這一家 你看台灣有多少農舍要查 過去是交由地方政府決定 你宜蘭你農舍怎麼界定 你苗栗怎麼界定 你嘉義怎麼界定 屏東怎麼界定 開放給地方 現在是怎樣 因為一個農舍你要去查 查到最後 屏東縣政府說 那你來決定啊 你來會堪啊 弘以 他又不會堪耶 陳五雄不敢 我覺得這個人沒有擔當啊 如果你今天真的是有一個什麼 農地農用 你有農舍一個新的政策 你出來講啊 七點講清楚 弘以 七點講清楚 清清楚楚 否則明天高雄去會堪 那高雄市的標準 搞不好又跟屏東的標準不一樣 剛才議員在那邊說 哇 你面 搞不好高雄市的標準說 裡面種樹 三百萬以上都可以合法 你怎麼知道 我不是在執行高雄市政 我在講的是說 農委會 這是你燒起來的火 你搞的政治鬥爭 你要不要出來把你政策講清楚 弘以 今天陳五雄是躲起來 不敢回答這個問題 你是不是要不要我不管 可是你現在當農委會主委 你要把政策講清楚啊 弘以 這個火最後會燒回到國民黨去 我還是笑死 你看 平衡縣政府 農委會說 這平衡縣政府決定 平衡縣政府說 合法 一切都合法 農委會說 不是你說了算 那農委 農縣縣政府問說 那不然你告訴我什麼是農用 農委會說 農民都知道啊 憲哥 你知道他今天又怎麼講 他今天怎麼講 他說 農委會官員正在演理怎麼 竹條找出合理的法令解釋 以及過去辦理的案例 總要想想該怎麼回答才好 為什麼要想想呢 這不就是你的主管嗎 怎麼規定之後怎麼講 怎麼還要再想想呢 不是農民都知道 那你不知道嗎 等一下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先休息 進廣告